各位朋友你們好 歡迎你們今天來欣賞這一集 《跨待木譚和你說鬼》 這一集我們很開心 也很難得有一位年輕的朋友 上來這個節目 和大家一起分享 坐在我旁邊的王樂奇 她是教會的童工 我好像記得上一年和你喝過一次茶 之前我看Josha的文章 我覺得年輕人寫的文章很有資訊 後來就有一次約她在九龍灣 大家喝一次茶見面聊天 今天就和大家說說最近一部比較熱門的日本動漫電影 叫《鬼滅之刃》 說起這部電影其實也要感謝師母 因為師母首先介紹 因為師母看早場有兩部電影 一部電影就是內地片 另一部電影就是這一部電影 我說不如看《鬼滅之刃》 就看了這部電影 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想不到它裡面 給我原先的預期 它裡面也有很豐富 有很多值得反省的內容 當然我們在這個節目裡面 都會作少量的劇透 如果你想看這部電影 又不想受影響 那我就有一點倒米 你就不要繼續收看下部電影的節目了 問問一下 Josha 你看完這部電影有什麼感覺呢?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有看過這部電影 我發覺在戲院裡面有很多人哭的 如果大家有一點了解 其實日本和台灣電影都很受得 其實看回網上的Youtuber 他們做紀錄都發覺很多人都哭的 所以你問我的感覺都是雷近 其實這部電影也很感動 很有共鳴 我相信當然不同年紀的觀眾去看 他的解讀會有不同 但是我想感動應該都會是一個 跨代都會有的一個感覺 我作為一個比較年長的 我都快退休了 我和師母看 都覺得 它是動漫片 首先講明不是真人做 但都有一些位是感受到它裡面的那種 溫情 或者它裡面所表達的那種 那種感情 確實是幾難難可貴的 我們再講回 有些時候 基督徒都會有一種心理的包袱 特別是牽涉到一些鬼片的時候 可能都會 我們上一代的牧者 都會跟我們講 鬼片就不要看了 因為看了 你就容易會交跪 或者是 當中會違反聖經裡面的教導等等 我不知道你成長的時候 有沒有聽這方面的教導 不要是Halloween 最明顯就是這方面 但是鬼片類似是 你看完都是嚇自己的 這些都不是好東西 那就不要看了 都教會會這樣說過 但我們看得到 其實如果從一個文化現象去了解 其實在最近這十幾年 其實這一種的片種 比方我這裡給大家 大家都很熟悉 《施殺列車》 這套韓國片 都是一種很賣座的一種片種 就是一種喪屍電影 其實在歐美裡面 我最近去了解 其實他們都已經是 甚至乎有喪屍神學 我最近都買了一本書 英文書 主要去了解 其實他就講 為什麼人們這麼喜歡喪屍片 其實背後是反映一些 就是說 很多時候有一個很強烈 就是我們在一個亂世裡面 在一個末世裡面 而在一個末世裡面 就是說 有些時候人是生不如死 特別是講到那種 這些喪屍電影很恐怖的地方 就是你的親人 他一被人咬了之後 他變成喪屍 你是沒有機會悲傷 然後你跟著 就要很快做一個道德的抉擇 你是怎樣的 是有一種切覺的關係 所以有些時候 在這些喪屍電影裡面 你會看得到 就是講到一個世紀末 就是你是要生存 還是你是要去顧及別人 很多時候就是這些位置裡面 就是說親情 友情 還是你是一種純粹是要自保 就是去表達 我想很多喪屍電影都類似 這樣描述 你有沒有看這類喪屍電影 Josha 我沒有看這類喪屍電影 但我有看那類喪屍電影 其實到最後 你說的那種倫理的抉擇 其實不是 你可以計算一下 想一個小時再抉擇 可能你又反過來 你覺得它是一個很良善的 就是你會有一個反應 但是很多時候 可能共鳴就是 原來人生是要做一個這樣的決定 這是一個很吸引的地方 其實我們要了解一下 其實在基督教的信仰裡面 我們最早談及位和地獄 其實在這個十二世紀已經有了 最著名就是彈丁的神曲 在彈丁的神曲裡面 這幅的畫 就是最近在香港裡面 都有它的畫展 就是這個波堤切尼 它是透過這個畫展 就是去描述 地獄的情況是怎樣 所以地獄就是一層一層下去 你可以看到 整個地獄的分佈 就是最底的 最尖端的 就是一個漏斗營裡面 就是那個 撒旦控制的那個中心 他就說到那個男主角 他在大概35歲的時候 他就出去 出去的時候 他就遇見了有三隻的猛獸 一隻就是豹 就象徵欺騙 一隻就是獅子 是象徵野心 一隻是武郎 是象徵貪男 就是說 他遇到這三隻野獸 其實是說 我們人性裡面 都有這三隻野獸 如果你不處理你的 那種的欺騙 你自己裡面的野心 你自己的貪男的時候 你就分分鐘就在地獄裡面 當然你就在煉獄裡面 你怎樣去對付你的罪 然後上升到天堂 這個就是整個在彈丁的神谷裡面 去嘗試去描繪的 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 給我們回到中國裡面 就是清代的時候 這個普聰寧 他就有寫這個苗齋 寺義 也有拍成一些電影 給予畫皮等等 那些人去評價 這個苗齋的時候 都會說 其實他就是透過一些很短的故事 去反映當時社會的實況 甚至乎有人這樣形容 在這些故事裡面 他所描寫的鬼 是比人更加有情有義 去諷刺那個時代 那我也知道 Josha 特別去遇到鬼滅之刺 也要了解一下 他當時的時代背景 好 大家可以看看這塊板 我就不用PowerPoint 其實大家如果對於日本漫畫有些興趣 我相信年輕人特別有興趣 不過可能年長一點的 可能有看龍珠那些東西 大家都會知道 其實那邊的業界有個習慣 就是他們會把一些現實的東西 放進漫畫或動畫那裡 當然大家會看鬼滅之刺 無限列車 會看到有一個蒸汽火車 大家會留意到 為什麼會是蒸汽火車 如果大家有看動畫的話 應該會留意到 其實他是把那個時代 設定在大政時期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日本的認識有多大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 設定在大政會很奇怪 因為譬如大政之前是明治 之後已經是超和年代 已經是戰前或戰後年代 他又不找明治 又不找超和 就找了大政 其實大政的特點是 為什麼鬼滅之刺 會選擇這個年代呢 我都找過一些資料搜集 其實最主要就是 剛才胡牧師有提到 喪屍片在說那種不穩定 亂世 其實大政本身是一個很不安的年代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大家會看到第一點就是 其實他開始都沒多久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雖然日本他本身就不是出兵很多 但是其實當打完仗 大家都會知道 有個叫巴黎和約 日方也有去到巴黎那裏 無論是戰勝和戰敗國 去討論戰後一些安排的時候 很有趣一件事 就是日本開始擔心自己亡國 就開始呢 即是國內裏面有很多 討論怎樣可以改造的國家 原因在哪裏呢 就是因為他們看到 譬如德國是戰敗國 他就將德國 或者和戰勝國 譬如英國 去做比較 他就發現 戰勝和戰敗國的政體 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他就將自己 和戰勝和戰敗去比較 他就發現原來自己國家有很多問題 所以那段時間 其實裏面有很多示威 即是日本那段時間有很多示威 那些人可能爭取很多 我們現在覺得是很正常的東西 譬如投票權 當然當時是說男士的投票權 但去到第二點 就是1923年就發生了這個關東大地震 其實當時就死了很多人 亦都社會很動盪 於是那時候政府就找到空間 開始想怎樣加強管治的力度 所以就是第三點 就是治安維持法 這條法呢 簡單來說就是要維持社會的治安 所以其實那時候 包括你批評天王 或者是批評所謂的國體 即是體制都要坐牢 一開始是十年 後來加到就是可以死刑 所以你看到其實 那個時代就很混亂的 整個國家裏面又討論著 我們應該怎樣走下去才不會亡國 而政制上面 你會看到開始政府就會想一些方法去衝自己權 所以我覺得作者去特意選擇這個年代 這個意味就是這裏 其實整個大政 表面上 明治叫做日本變成一個強國 或者可以跟西方看齊 但其實裏面有很多不安感 包括 其實大家如果對明治維新有些理解 其實他真的是一個 很強制將整個國家的文化 就是叫他做 強行將它變成西方 但其實裏面有很多東西 包括人的思想在內 其實都是在以前那種狀態 所以 變化裏面帶來的不安定 其實這個就是整個鬼滅之刃 裏面作者的一個設定 其實很刻意去選擇這個年代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是 所以 剛才George Sir說的時候 都讓我想到 今天我們在這個亂世裏面 特別是我們現在面對這個疫情 上一年我們有社會運動 其實 某種程度就看得到 就是為什麼 入院很多年輕人看這部電影 他們是很感動 會哭 就是因為我們 在現在這個背景就有點類似 就是當時日本那種的情景 或者全世界 特別是東南亞 是很強烈感受 這一種的 就是末世的那種感受 嗯 又或者我們說回 這部片裏面的一些鬼 我就說其中一隻 是吧 這個就是在列車裏面 這裏有少量的劇頭 是吧 這個叫做下源之一 他施的那隻鬼術 就是令到在車上的人 個個呢 就進入這個夢境裏面 嗯 就是他最成功的 那所以其實 是吧 就是某個程度 就是有些時候我想 是吧 就是我又想回 就是剛才說 開始的時候 很多時候有些設定電影 就是在列車裏面 嗯 其實這個列車有些時候 那個空間呢 我就想 就是好像 這個列車有些時候 都好像教會那樣 有些人 哈哈哈哈 上了這個列車裏面 就是舉例我是一個教會的領袖 特別如果 我們上一集就說到 新興教派的時候 那於是 他上了這個列車的時候 沒得走的 於是我在這個列車裏面呢 我就用我的魔法 我用我的鬼術 是令到這班人 紛紛入睡 啊 然後就 安定繁榮啊 安定繁榮啊 五十年不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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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憤啊 你就可以 來到是致富啊 就可以健康啊 成功的神學啊 等等 那我都可以向他們 於是 這一班 在這個 宗教列車裏面的乘客 就在做他們的美夢 啊 我結婚生子 我兒女入了名校 剛剛呢 升中派位 入到他身為的學校 感謝上帝 那會不會 有些時候 都會類似這樣的情況 我不知道 我看的時候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 他挺有趣的地方 是 他的夢呢 即是 劇透多一點 有好和不好 在裡面 是 那你發覺 其實一開始是好的夢 是 你會發覺 有一種很大的張力 就是 人是寧願 在一個美好的夢境裡 都面對現實 是的 這個都幾 如果用回剛才說 教會的問題 那 我都是教會大的 那 會不會有時候 我們信耶穌 或者我們傳福音 其實我們是 比 他有一種 比較虛幻的 想像 就是 信了耶穌 那些問題 形人而解 甚至乎 讀學校都要 拿學分 拿基督教 那五分 有很多事情 就是 為何你會這樣 給他一個想像 反過來 可能 教會某程度 都知道 原來 我給了一些這樣的事情 人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覺得 繼續搭這輛車也不錯 可能會有這種想法 所以我會看 其實某一個程度 我特別是 對這個 能夠令那些人 進入美夢的 這種鬼術 我覺得 其實這種鬼術 現在 在普遍社會裡 都很流行 是不是 會這樣 我就在想 有些時候 有人就會 用宗教 作為他 逃避 他自己要 承擔的責任 就是可能 舉例一個主婦 他回了教會 就說 我現在在教會裡面 侍奉 我就不用回家煮飯了 我就不用理會我的身份 或者 我現在在教會裡面 我就很熱心的侍奉 我就不用理會我家人的需要 等等 會不會有些時候 我們都會 是吧 給了那些信眾 一種虛幻的 於是他就來到什麼 他不敢去面對他自己的 一些真實的痛苦 但這個也都 涉及到教會 某程度上 所謂的市場學 或者增長學 因為 正正就是 為何下言 要用這個方法 因為他知道 人是有這個傾向的 是的 所以 會不會 教會都要小心 一件事 就是 反過來 我們不要做 一隻鬼 因為 我給的東西 原來那些是假的 是的 這個就是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不是給一個無痛的信仰 這個很重要 他是很真實 去經歷這個信仰的真實 於是這個信仰的真實 他是會痛的 他是會有感覺的 他是會有憤怒的 他是會有怨恨的 他是會有怨恨的 這個才是一個真實的信仰 所以我也很喜歡 他這裡特別說 他要怎樣揮舞刀刃 來斬斷這個艷夢 是嗎 他是要 某一個程度就是 不是繼續陶醉 在他的一種 天堂式的美夢裡面 他反而是用一種方式 就是用我們基督信仰的術語 他是一種寫己 就是他要寫己 才能夠脫離這個夢境 是嗎 那這裡就是 我會 特別這一部份 我是挺有深刻的感受 好了 或者我們講完了鬼 我不知道 Joshua有沒有補充 對於裡面 他所描述的 這些鬼的那種情況 是 那我講開鬼 那我講完 是的 好 大家都會 如果有看動畫 或者漫畫 都會 大約知道這些人物 那 我為什麼會講開自由意志呢 其實 那個鬼的設定 我覺得作者本身 落的心機都很重 可能大家去看動畫的時候 沒有特別留意 其實動畫26集 其實電影版 就承接著第26集 其實鬼的設定 很有意思 那我就和大家想一下 就是呢 譬如 我為什麼會寫自由意志呢 就是因為他的設定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 一個人 他成不成為鬼呢 是他自己決定 對 所以設定就是人 可以成為鬼 那 我右手邊這個 就是 大家其實上網看 預告片都有 所以都不是什麼劇 那 是一個上言 那 上言和下言的分別 是一個漫畫設定的 上言是厲害很多的 如果大家往後有機會看漫畫 大家就知道 這個上言 其實 他本身是 當然他一開始是一個人 那 他最後自己決定成為鬼 但是 左手邊 這個就是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主角 就是炎柱 那 他呢 反過來 他有機會成為鬼 但是他不成為鬼 中間那個就是李鬥志 大家都很多 我知道現在連小學生都喜歡 是的 他有些不同的 他是被動成為鬼 如果大家看回動畫 或者漫畫一開始 是因為 他的傷口接觸到鬼王的血 所以他是被動成為鬼 但是 最後 其中一個很感動到 尤其是日本女性觀眾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和他哥 即是其中一個男主角 因為愛的緣故 所以他最後成為了一個 不成人的鬼 是 那 大家就會在裡面看到 就是 其實 裡面的設定 是有不同的 性格的人物 是決定 或者 繼續成為 繼續做人 或者他成為鬼 或者他就算很悲哀 成為鬼 也好 他都用了他的意志 去做一些對的事情 例如他不成人 是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配合 剛才說的那個亂世 你就會發覺 其實整個鬼滅之刃 我覺得 他的時代和鬼的設定 如果你將他混在一起 你要發覺 其實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我可以說是訊息 就是你在亂世裡面 你會決定做一個什麼的選擇 是 這個我覺得正正就是 一開始 胡錫斯來講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喜歡看 喪屍片 是其中一個 都很重要的原因 是 所以特別我 補充一下 剛才的George Sir所說 令我很感動的 就是 比方是 下面 我們跟著去看 其中一個角色 就是這個 煉獄的 杏獸狼 他 當他跟這個鬼 彼此 去格鬥的時候 其中一個對白 就是 你可以成為鬼 你成為鬼 你就不會痛 但是 這個 煉獄杏獸狼 他就什麼 他仍然說 我選擇做人 他不做鬼 他說 我寧願痛 他說 我做鬼 就沒有那種痛的感覺 就不會有任何的 這種的悲傷 或者有任何的等等 但是他說 我寧願做痛 我寧願會失敗 我寧願會死 這個就是 人的那種真實的 那個情況 所以我想 回應回 剛才George Sir所說 就是說 我們在亂世裡 我們都仍然是 繼續去保持 我們的人性 雖然是痛苦 雖然可能是被那些鬼 去打敗 但是我們仍然是 選擇去做人 不是做鬼 這個呢 我就覺得 這個影片裡面 是很觸動 我 或者其他 觀眾 這個步伐 或者對於 殺鬼隊那裡 我不知道 Joshua 還有沒有其他補充 其實 可以去這一頁 我覺得 這個就是主角 其實大家 行街 現在根本上 很多人都看到這張 我想說就是 剛才胡牧師有說到 他有跟鬼的對話 就是他解釋了 為什麼他不成為鬼 但是其實 另一幕 作者都刻意花了很多時間 就是解釋他的回憶 以至到他是有一個原因 大家長看就知道 以至到他最後真的決定 寧願死也不做鬼 是有一個原因 那我就會覺得其實 如果大家又是 劇透 如果大家看漫畫 就會知道 不是所有 鬼滅隊的成員 是最後堅持 寧願做人死 有人不是 是的 所以 這個就是 那個意志夠不夠 其實很重要 如果你在一個亂世裡 你可能一開始 是做了一個正確的選擇 但你不擔保 永遠都是 其實這個也是 基督信的一個 譬如我們經常說的 什麼殺種比喻 其實你可以一開始有回應 但你最後走到最後 我覺得 所以 漫畫有二百零五集 他的鋪排 大家可以花時間再看 就會再多些感受 是 我記得其中有一個對白提到 他記得他媽媽對他的祝父 就是 強者是應該輔助那些弱者 你有能力的時候 你應該是去 不是用你的能力 而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為了自己的權力 反而你應該去幫助那些弱小 我覺得這裏 就正是很反映到我們基督信仰 是吧 今天我們在教會裏面 我們作為跟隨耶穌基督的門徒 我們都應該是由這種 spirit 是吧 由這種人性 我們要去幫助那些弱小的人士 當我在思想的時候 就想想 其實聖經裡面都有講鬼 是吧 其中一個最明顯的 就是 在馬可福音第五章裡面 就講 格拉森 這個烏靈附身的人 在這個故事裡面 我相信在座的一些觀眾 或者基督徒都很熟悉 我就有時候想一想 馬可 通常他的篇幅不是太多 但是馬可在這個故事裡面 他的描述比馬太更加詳盡 馬太反而是長篇大論的 但是在這個故事裡面 你可以看到 某一個程度 馬可是很細緻去描寫 這個鬼父的人 他那種可憐的那種警方 他那種身不由己的那種情況 某一個程度 你可以看到馬可是同情 這個鬼父的人 其實很簡單 就是 耶穌看到這個格拉森 被烏鬼附著的人 趕了那些鬼入豬群 這個故事就完結了 但是他在這裡 他花了一些蝙蝠 然後他講回這個人 他開頭的時候 沒有人可以綁到他 鐵鏈都不能夠 甚至他自己 用鐵鏈 去打自己 然後不斷在那個墳營裡面 去哭叫 用石頭打自己等等 當他回復正常的時候 描述就是什麼 他是穿上三褲 神智清醒等等 這個描述就是 前後就很強烈 去描寫 耶穌那個趕鬼的情況 這個我又想起 特別是在聖經裡面 很多時候大家都很熟悉 在《司徒信經》裡面有說 《耶穌基督降在陰間》 我不知道 George Sir 你在教育裡面 有沒有聽過牧師講道的時候 講過這一方面 《司徒信經》 是嗎 《司徒信經》 《司徒信經》讀一下的時候 但是《講道》真的很少講這些 我記得幾年前 我曾經在教育裡面講過 一篇裡就講 《基督降到陰間》 真的幫他們去 我也寫過文章去探討這個課題 導演今天 我也知道 有些神學界 甚至乎 他們都不太接受 《耶穌基督降到陰間》 甚至有人認為 《司徒信經》這一句 應該是 查了他的 是的 真的有的 有人是這樣建議的 但是我就不贊同 我覺得 《基督降到陰間》 其實很有意思 基本上說 陰間是死人去的地方 或者我們很多時候是鬼怪的地方 是嗎 有些 有些 剛才的Jorge Sir 可能未必有時間講 有些鬼 他成為鬼 背後都是一個很辛酸的故事 於是他成為一個怨鬼 如果大家有 記得 之前有一部韓國電影 《雨神同行》第二集 在《雨神同行》第二集裡面 其實是說鬼 他的怨氣 以至他如何去遺害人間 但是後來當處理了鬼的怨氣的時候 就幫助他 可以回去 他就不會繼續去搞妖那些人類 很多時候 鬼故事都是類似這樣 所以我這樣看的時候 就是 《基督降到陰間》 其實意思是很明確的 所以我在這裡 我就用了J.I.Pekker 他是《基督徒書詞》裡面所說 他說耶穌曾經下到陰間 這件事這麼重要 不是因為上述的原因 不是因為他將陰間變成樂園 不是因為耶穌寫到 舊約時代 信徒的靈魂得到完全 而是因為當今天 我們每一個人 都面對真實死亡的時候 我們知道 在我們來流的時候 我個人是不孤單的 耶穌已經是讓我們先去到那個地方 他會一直帶領我們去經過 所以今天 我們面對這些所謂 鬼鬼怪怪的 一個靈異的世界裡面 甚至有一天 我們要去到這個地方 去等候上帝 等候上帝的地方 有人說是一個陰間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地方 我們都不需要來懼怕 因為耶穌已經是讓我們 下到陰間 去宣告他的王權 去宣告他是德性的那位主 好了 我們到最後這個情況 我不知道這部電影 有什麼信仰的反省 或者有些教會的反省 George Sir去跟我們分享 其實最後說一點 作為一個年輕人的角度 我都不太老 不敢說自己老 大家會知道這部電影是破了日本的票房紀錄 當然他現在還在賺錢 他的紀錄應該都很難再破 當然如果將來有機會有更厲害的電影就另計 但是呢 有一件事挺有趣 因為大家都知道 日本其實跟這段時間 所有國際的環境都一樣 就是受疫情影響 所以他的經濟是很差的 而這部電影呢 除了令到戲院一定是賺錢 那其實零售啊 就是買公仔 飲食 譬如你去吃完 那些單在日本 可以換公仔 那就會令到那個經濟 叫做震興了 都幾大部分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上日本新聞看下 但是 但是 下年究竟會不會有東京奧運呢 看過世應該有些困難 但是你會發覺 這個不單止是日本人的心態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香港人自己 甚至乎你會看到 如果你看新聞 那些商家其實不斷在想 有什麼方法可以繼續賺錢 其實會不會 我們整個世界 某程度上 其實聖經都很強調 我們其實是在 有一些鬼神 其實是掌控著地上的一些意識 而譬如啟事錄 其實他可能會有些商人 的情況 我們會問我們自己 就是其實我們現在 期望那個疫情 盡快過去 其實背後有很多原因 是 那會不會是說 我們想回到過去 其實 在香港可能會更新 是 就是會回味 過去就多好 或者沒有疫情之前 甚至乎 現在會說是某一些年之前 那香港好像好一點 但是這個會不會正正 就是 鬼滅之人 起碼在電影裡面 最批判的 其中一個意識就是 你只顧著看過去 甚至那個過去是虛幻的 但是如果你信仰 其實可能就是要處理這個問題 當然動畫的鋪排 他是用了某一種方法 去令到自己不再沉醉 在過去或者在虛幻的世界上 但是他用什麼方法 大家可以看電影 但是很明顯 我想吳牧師不會反對 就是 其實他做一個決定 那個決定是要很有決心才做到的 但是 反過來 我們有沒有這個決心 就是說 如果上帝光照我們 以至於我們離開了那個夢境 可能現實是會比那個夢更加殘酷 是 是 甚至乎我們經常說 信耶穌要付代價 如果回教會 可能你回了三四十年 可能現在上帝批判的 可能就是你三四十年的教會經驗 但是你走出去那一刻會很痛苦 你願不願意呢 我覺得這個 如果你問我是鬼滅之刃裡面 一個神學的反思 我覺得這一點就挺刺激的 是 所以鬼滅之刃我會看就是 作為牧者 我們就不是催眠那班 在列車裡面的乘客 於是他們各個都在做一個天堂夢 在做一個向上爬的夢 而是 都讓他們去了解在現實裡面 讓他們面對現實裡面 或者讓他們回顧他們人生的時候 是有美麗的一面 也有痛苦的一面 就是因為 在這個夢境裡面很容易 就是發美好的一面 但是沒有看得到真實殘酷的一面 所以我想我們作為牧者 很重要就是引導他們去看到 就是兩幅圖畫都同時是並存 而不是看到殘酷 也看到美好的 所以這個就是 美好殘酷 然後再美好 是吧 是我們那個的職責 我想我們那個 我們當然未必有一個 所謂殺鬼的能力 是不是 我們不是殺鬼隊 但是至少我們可以的 就是 好像 之前 就是給大家看的 就是我們揮舞我們的 那個刀刃 那刀刃就是 我們的聖經的聖道 來斬斷這個驗夢 就是不要讓信徒 仍然是給一些虛幻的一些夢 或者一些意識形態 來去掌管他整個人生 以是他人家很踏實的 比方今天有人仍然 是在某一種的夢境裡面 香港仍然是繁榮安定 一切是不變等等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會說你的信仰 其實某種程度 是令你落在一種夢幻 一種虛假的夢幻裡面 是一點都不得真實 好 我們多謝Joshua 今天上來幫我們一起做這個節目 多謝大家來到收看 最後は 多謝ねぇ 謝謝 你也是 留意 你還是不死 我還可以看 你也得到 真實 你還是你 你還是不死 你嗎 你還是說